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想要追求真相一探究竟 并召集了其他小伙伴 还表示了自己的怀疑 教授就是学居人 就是那个活了一万四千年 每十年就要换一次身份的人 对于这件事 他们都好奇 充满着兴奋 于是一群人就开始准备调查 小花联系了莱顺 希望她能透露一些 关于她书中那个神奇男人的资料 刚开始莱顺并没有理会他们 就当作是一般读者的疑问一样 这边小花和波妹还有小黑 偷偷摸摸潜入了男主家里 想要收集一些 能证明教授就是学居人的证据 但是他们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现 突然小花收到了莱顺的电话 她要求小花发一些教授的照片 好辨认一下 此后小花等人就开始用各种手段 各种借口和教授合影 但是最后只得到男主的侧脸照片 莱顺看着摔老后的男主照片 不太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还是决定前往他们的城市一探究竟 这边男主发现自己的愈合能力 严重下降了 这时波妹前往她的办公室 准备脱衣诱惑勾引男主 但是男主还是抵得住美女的诱惑 拒绝了她 还被波妹拿她的秘密威逼男主 无奈没有得逞 所以男主决定离开学校 还有自己居住的地方 男主在离开时遇到了她的四个学生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他们把男主打晕绑架了 然后等着莱顺来辨认 这边莱顺的车在半路上出了意外故障了 他们决定去接莱顺 留下小白照顾教授 男主醒来后 用救世主般的语言开掉小白 信仰耶稣的小白对一些内容极度不识 拿起刀子捅了男主 害怕之中小白逃跑了 小花等人接到莱顺回到绑架的地方 只看到了一探血迹 小白车子还有男主都不见了 他们做出了一堆猜想 之后男主从一个山洞里面出来 满脸胡子 男主的伤也在慢慢的愈合 曾经的伙伴给他送来了一些衣物 然后跟着伙伴走了 电影最后一个人找到莱顺 问他是否认识男主 是否相信一个能永生 并且一直改变身份的莲花杀手 莱顺回答着一切皆有可能 然后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